新城乡公所在北浦国小活动中心举行原住民族家政班员联合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 竞赛分为活力口号创意竞赛指定曲团体合唱竞赛原住民乐舞竞赛 让族人在竞赛当中可以学习也展现了团队精神 新城乡公所在10月28号举办原住民族家政班班员联合教育训练及乐舞技艺竞赛 新城乡部落家政班班员以及妇女姐妹们永夜参与公所举办的活动 分别组成12个队伍共计300人参加竞赛 家政班员及部落副女姐妹们纷纷感谢乡公所办理乐舞竞赛 让族人们在竞赛当中学习并且展现团结的精神 更有欢乐一天曾经部落的情感 来吼 NBR叔 美舞妮桑 大家好 行程乡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大家庭 乡长合理台非常尊重各族群不同的文化 所以创办了原住民的乐舞竞赛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 乡长合理台希望透过乐舞竞赛 让我们各个不同的族群了解各自不同的文化 以及藉由乐舞竞赛来做文化的交流 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进行文化的传承 在此也仅代表我们乡长合理台 谢谢各位族人乡亲对他的支持 让他可以推动13项社会福利政策 也谢谢我们代表会11位代表的支持 监督我们的乡镇 预算的支持 推动我们的乡镇 让我们乡公所可以一直 那个不投赢的前进 也谢谢族人 因为有你们真好 向上合理台表示 各部落家政班员队伍发挥创意 搭配传统服饰 加入原住民族的音乐 族语等元素 更达到传承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今天的活动 看到乡亲们笑声以及欢乐中成功圆满 为了共所将规划更多的活动 让乡亲能够在新城乡快乐的居住 幸福的生活 而这次传队的队伍分别为 康乐原住民巴勒米丹发展协会 套路各族家政班 花样部落妇女队 大德部落布农族群 北部部落嘉兴部落 东方罗马加政班 复兴加政班 嘉领加政班和部落事务组长 经过一个上午的竞赛 第一名加入北部部落 获得今年度的优胜队伍 记得请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